并非是有洞的钻啊 人生还是要有点点取舍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胡夫其他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左手边的这款P1DXD11B的Dark Warrior 黑暗战士 还有右手边的这个 也是第11号的Honor Warrior 荣耀战士 两者的话和先前 有跟大家做过的这个DXD10号的Jet Force 也致敬到电影柯博文 还有天火合体的这一款玩具呢 两者的话呢 在车头呢 这个部分呢 是完全一样的 也就是说这个机器的部分呢 是属于相同的模具的 那这一款的话呢 做出了一个 这个动作应该非常熟悉啊 电影G1里头 OP跳起来 做个设计的那个画面 以及呢 这一款呢 是Nemesis Prime的一个配色 红色的车窗 蓝色的点缀 黑色的躯体 那这两个玩具呢 都还附带了一把超级的大剑 那这个包装盒的设计 也有点意思啊 中间这个蓝色的光芒 还有这个红色的光芒 应该是属于剑刃 里头的话呢 可以看到玩具本身的 这个头像的一个反光 在这里头 设计感还是相当有的啊 先前的话呢 已经有跟大家分享过 数次这个模具啊 所以在这个玩具的本体上面呢 待会子会做一些 简单细节的展示 我们先看一下 这把巨件的话 我印象中 我是没有分享过 这一个配件吧啊 两者的话呢 都是透明部件 你可以看到这个透光度 都是非常漂亮的 以及它都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变形 从这个地方呢 往下面扣过来 往内一折 这里再把它给简单的一个扣住啊 就变成那把巨斧啊 毕竟斧头的话呢 也是OP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形象啊 这个已经不是普通的斧头啊 这是执行人的大斧啊 形形斧一样的感觉 这个的话呢 也是完全一样的 那握持的话呢 我们就做个简单的一个握持啊 那拿在手上呢 如果是巨件状态呢 由于它非常的大哦 在人物的一个比重上面呢 你就可能就稍微需要做一点简单的一个 一个调试 那这个武器的话呢 这个呃 配应它对应它的一个配色 在斧头上面呢 它也是一个水蓝色的一个表现 那这个家伙呢 Nemesis Prime的一个配色呢 这个红色的这个透明件的一个车装 可以说是非常漂亮啊 再来是它那个大腿 还有这个裆部的配色呢 这是用了比较暗沉的铁灰色 那其他的话呢 几个部分呢 还是保持一个银色的一个配置 那后方的话呢 也收得非常的干净 关节的话也是比较紧实啊 身上大部分的位置呢 都是有齿轮关节的 可动的表现呢 我们用这一款原色版本 做个展示好了啊 头部的话呢 是一个球形关节 后面的话呢 虽然有一个开口啊 但是并不是开得非常的大 所以是完全 没有办法完全的 做一个90度的一个反转 比较有点可惜啊 胸口的话水蓝色的一个配色 手臂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有一个震动的感觉啊 这个是一个玩具质感好不好 我认为机器人这个地方呢 如果有齿轮关节啊 摆起来反馈的这个 感觉是很不错的 再来的话呢 把这个手臂的话 往上平举 是有一个非常清脆响亮的一个声音啊 哎 很响亮 非常的响亮 那配合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 掰动手臂的时候呢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 甚至是有点吵的一个感觉的啊 然后呢 二斗机可以转动 手肘也可以转动啊 这两个地方呢 就没有齿轮关节 当然在手腕这个位置呢 转动没有 但上下是有的啊 像是有的 腰身可以转动啊 然后脚的话 往前往后侧踢啊 虽然没有齿轮关节 但紧实度还是非常是可以的 外面内收的话呢 由于整个都上了一个白色的漆面啊 所以这一款的一个紧实度呢 是非常的够的 膝盖的话呢 是松动关节啊 可以弯超过于90度 脚踝的话呢 前半部这个地方啊 是可以转动的 所以有一点点接地的关节 但是脚后跟呢 比较偏小的一个状态呢 还是没有改善 所以这个人物在站立的时候呢 尽可能的话呢 还是把这些武器啊 装备啊什么的呢 把它摆在比较靠前面的位置 这样站立性的话呢 会比较好一点 那么由于这一次的PEDX11呢 和之前的PEDX10呢 是同样的模具 所以呢 之前的这个天火马甲这个部分呢 当然也是可以跟这一次的 这个车头的一个OP呢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合体的 那我们就示范一下 我用这个黑色的这个Nemesis Prime呢 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讲解 首先腰转180度之后呢 再把这个外摆的位置呢 也给转个180度 主要就是要把这个轮胎转到内侧 以及把这个孔洞呢 转到前方来 比方说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一款这个所谓的冠军腰带呢 就可以把它给扣到这个位置上面 再来的话呢 把鞋子给穿上去啊 鞋子穿的时候呢 主要是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的这一块 这一块凸呢 要扣进它的一个鞋底这个洞 以及呢 这个倒勾的部分呢 要勾进这一块部件的下方去 那我的话呢 会建议是先把这个孔洞呢 给扣进去之后 那由于后面这个门推开之后呢 这个人物的脚呢 可以往后面推一点点 再把这个倒勾呢 给放到这 再往前面推进来 以及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 它是有一个 一个这一块 有一块凸啊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是有块凸 这块凸在这个地方 它是要卡在脚的一个小小腿的一个后面的 到这个时候呢 再把它做一个正常的一个包覆 如果这个时候的话呢 小腿的一个变形呢 就算是完成了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 凸根凹 把它给扣进去 另外一双鞋的一个传法呢 也是一样的啊 我们先把这个部件往后面推 然后然后这个鞋底的这个脚底板跟这个枯根凹呢 做一个结合 然后呢 脚的话呢 往后面伸一点点啊 脚 往后面伸一点点 露出这个空洞 然后把它扣进去 再把这个地方啊 这一块部件 推到小腿的后方 在这里 再把这个盖板呢 给盖起来 看到这个脚底板这个地方 是有一个结合卡扣的 把它给扣进去啊 这个鞋子呢 就这么样穿好了 再来呢 手套的部分呢 也是穿上去的啊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有个凸的 那我们就是把这个拳头呢 给拽下来 然后呢 拳头呢 接到这一侧 再把这个地方呢 给扣上去啊 是直接用一个替换的一个感觉啊 就把它给扣上了啊 这个地方 转进去啊 把它整个给扣进去 那这一手的一个变形也是一样的 先把拳头给转下来 当然你也可以先把拳头的这个小臂呢 先装上去 再来装拳头 当然也是可以的啊 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最后的话 就这个整个胸甲啊 不对 我们先把这个部件给穿上去好了啊 你看到这个地方是有一块凸的啊 这有一块凸啊 凸的话呢 是比较靠后面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孔洞啊 这个孔洞不要穿过烟囱啊 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啊 并非是有洞就钻啊 人生还是要有点点取舍 君子有所为 有所不为 不要看到洞就钻啊 这个把它给扣进去 还是要取舍的啊 好 这个地方 把它给扣进去啊 这个地方 这有些都是黑色啊 不过无所谓啊 我想说呢 这个黑色的这个OP 配上天火马甲 可能比较稀少 我们就用这个来做一个展示 最后就是把它给这个部件给穿上去 那要留意到就是呢 它的这个地方呢 是有两个 这个地方 跟这个地方啊 是有这个滑槽的 这个滑槽的话呢 就是要去穿过这个地方啊 穿过这里 原本的这个车子的这个是后召镜这个部分 从这里滑过去 但是呢 并不需要特别去去勾住它了啊 先从上面往下面这样勾下来 胸口的话呢 到这 以及这里啊 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要把它给给勾进去 我的建议啊 是直接用塑胶的韧性 直接跨过去就行了啊 这个呢 因为这个塑胶本身这个厚度 是完全可以承受得住的 完全可以承受的 哎 卡进去了 这样就卡进去了 并不需要特别去 再去瞄准对准它 那速度才太慢了啊 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 天火马甲的这个 天火的这个部分呢 就跟这个黑色的 Nemesis Sprite 配色的这个Dark Warrior呢 完成了一个合体了 整个的话呢 是有没有比较好看 这个见人见智了啊 因为它本来就是黑色的一个 一个感觉 配上又是这个 像乌鸦一样黑的这个Jetfire 感觉更加的阴沉吧 这里大枪 也可以给它准备上 那么呢 这个时候呢 变成这么巨大化呢 我们就把它 巨剑拿上去好了 不过感觉巨剑好像 感觉没那么恐怖 我们还是拿个巨副好了啊 这样子扣上去 就完成了它的一个 啊 Jetfire 跟这个Dark Warrior的一个合体的状态 好不好看呢 端看个人的一个偏好了啊 我是觉得还是原本的这个 好像还是原本的这个配色呢 配上这个马甲 似乎还是比较合适一点了 我们接下来来给大家简单示范一下呢 由机器人的变形成一台卡车头的一个变形过程啊 我个人的习惯呢 会从腿部呢 做一个开始啊 熟悉的话把这个部件给打开 然后呢 膝盖这个部分呢 从这里往上面推 推开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 有一个蓝色的秃呢 穿过黑色的这个凹 这个地方呢 要把它给分解开来 那分解的方法呢 其实你要从这个地方呢 前后这样一拉啊 它这个就会松脱开来了 已经松脱开了 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进行呢 把这个银色这块部件 将它给挑出来 然后呢 腿的话呢 直接的呢 给往上面收进来 这个时候呢 脚翻直这边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啊 这个部件 有一块小小的一个凸啊 对应后面有个凹 把它给扣进去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麻烦呢 就是尽量的你能够啊 捏得多紧的 尽量捏得多紧的 因为把它推得越里头的话呢 轮胎的话呢 就越容易碰到地面啊 另外一侧的一个变形方式呢 也是一样的啊 从这个地方 前后呢 这里分开 然后呢 前后把它给拉开来啊 这个部件呢 就会松脱开了 再来的话 就是把这个整个大腿 跟小腿的这个收纳 在那之前的话呢 银色的这个部件 翻出来 这个脚的话 直接往上推 然后呢 这一块部件呢 推过来 从这个地方 将它给扣进去 只要这个地方 能够扣进去的话呢 腿部呢 应该就是缩到一个最短的状态了 然后呢 两腿的中间呢 都有一些结合的卡扣 我们呢 将它给扣起来 好的 到这边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进行一个腰部 这个地方呢 把它给整个给拉开 拉开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接着的话呢 把这一个部件呢 给松脱开来 它这个地方啊 这里 突跟凹 这个地方有个卡扣 我们还是要把它接着 把它给松开的 这个地方呢 第一次掰的时候 稍稍有点紧 稍微扣开就行了 接下来呢 腰部呢 不是转腰转而是转整个身体的这个上半部 直接这个部件 直接的做一个大回旋的一个翻转 好 到这边 接下来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轮胎在下面转过来 到这边 基本上呢 车子这个形象呢 已经差不多要出来了啊 差不多要出来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接下来的话呢 先变形手臂 胳膊这个部分 因为我觉得胳膊这个部分呢 应该是整个变形里头呢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旋转 这一带啊 这里有块部件 把它给抠出来 这个地方抠出来 然后呢 整个的这一块部件呢 翻到这一侧 转到这一侧之后呢 把它整个的往下面放 放下来 推进去 推进去的情况下呢 把这个部件 拉出来 透过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旋转的 这个转轴是可以旋转的 转到这一侧来 你看到这个地方有个凸 然后对一边 这里有个洞 把它给扣进去 这个地方呢 扣住之后呢 整个车型呢 基本上也就差不多 达到一个稳定了 然后转动这块部件 将这个拳头给收进去 然后往内折进来 往内折进来 那折进来的时候呢 我的建议吧 这个拳头的转向呢 就是以 不把这个头 不被头妨碍呢 做个最高的原则 以及呢 从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先把它给推上来 我们先到这个位置 就定位就可以了 另外一侧的变形呢 也是一样的 把它给转到这个方向 然后呢 将这块部件给推开来 这里往下面扣开一点 腾出一个空间 再来的话 就是顺着这个 顺着这个轴 把它往下面 推下来 然后呢 把这个部件转上去 打直之后 转上去 转上去 这里 托跟奥的结合 把它给扣进去啊 这个地方 转到一个 前面这个bomber呢 转到正前方 再把这个拳头呢 给转进来 到这边 暂时的到这个位置来 好 那么这个的话 是最关键的一个位置啊 这个记得把它给推到最里头 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里 两侧 有两个洞 就是要靠上面这个地方 来做个咬合了啊 我们呢 这个时候呢 就是利用这中间的 这个松弄关节 把这整个车头的 给做一个展开 两侧都一样 给做一个展开 展开之后的话 就把它往下面 翻下来 扣进去 那扣进去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银色部件 这里是有个凸的 两侧都有 这两个凸呢 就是要卡进去 这两个洞啊 所以呢 基本上呢 这个地方呢 是不用担心它会爆开的啊 利用这个地方 利用这个地方 这个松弄关节 把它往下面推进来 然后呢 凸根凹呢 从这个地方呢 把它给压进去 OK 前面的这个仿撞感 基本上的密合度呢 还是相当可以的 接下来就是把这个部件 顺势的往下面推进来 这里有个图跟拉 这个结合 就扣上去了 再把这个地方呢 给打正 打正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银色部件 这里是有个倒勾的 要勾进去这个里面 好 这样子 推进来 往前面 给插进去 这里也是一样的 把它给往前勾进去 给扣到内侧去 好的 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呢 这一个卡车头的部分呢 基本上的变形呢 也就算完成了啊 这个部件的话呢 就这里啊 基本上是 没有什么可以调整的 车尾的话就这样子了 那么前方再做个 简单的一个密合 我们这一款这个P1 DX11的这个Honor Warrior呢 就完成了 从机器人到一台 货车头的一个 变形过程了 来看看它的载具啊 其实载具的话 我们已经分享过很多次了 我们也就不再多做赘述啊 主要是这个黑色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给大家多看几眼啊 首先的话 它的一个裂缝呢 会显得处理的更好一点 因为它本身是黑色的啊 所以这个 一些接缝的话呢 会感觉更加的隐藏在车子的内部 那它的一个黑色的话呢 是一个亮面的黑 而不是消光的黑色 那么它的一个车头的话呢 这个Bumber这个部分呢 你可以再次的感受到 一样是在这个塑胶上面上银漆 但是在黑色上面上银漆呢 中间的这个黑缝的话的感觉呢 比较隐藏度 确实是比较高的 那这个P1的这个DX11呢 跟P1的DX10呢 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同模具的 那刚刚已经给各位展示过 它的一个天火马甲的一个装置的一个形态 那黑色的这个部分穿上去的感觉呢 不如原色来的好看 那我们现在也把货柜呢 架到这两个身上呢 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对比啊 你这样看一下啊 感觉吧好像有点怪对不对 因为这个毕竟这个原色的这个OP啊 应该还是要配灰色的货柜 可能比较好看一点点 那我们的话呢 就把这个黑色的车头呢 再配上这个黑色的这个货柜 感觉就 我感觉非常的不赖 至少比这个原色版本应该好上非常的多 都是黑色 而且呢 它的后面这个条纹的话呢 刚好是有点接近红色的感觉吧 跟它这个Nemesis Prime的这个 红色的眼睛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 似乎还是有一个比较协调的一个搭档啊 那本身推动起来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 那货柜的长宽比例的话呢 嗯 这个我不是很在行 可能有人会觉得说货柜是不是 它就大一点点 Anyway 这个的话只是给各位做一个展示啊 就是说呢 这一款那个PE的这个 DX11呢 跟第十号呢 啊基本上呢是可以完全共通的 那如果说呢 这Eleven的这两个玩具呢 你真的硬要我给你推荐选哪一个的话呢 这个原则上呢 我会毫无疑问的 我会推荐你呢 可以入这款黑色的 在各方面来讲的话 在外观来说 以及呢 跟过去的这个 因为过去这个模具的话 已经有跟大家讲解过 虽然这个是属于有一点点电影的一个 这是之前这个标准的这个 DX10的这个模具啊 它的话是有点做出一点电影的一个感觉 OK 但是在配色上呢 还是一个红蓝配色 如果你想要有一个比较新鲜的一个视觉的一个感受的话呢 这款黑色的这个 Dark Warrior呢 可能是比较推荐的啊 那这些的话呢 就跟各位记得到这边 非常期待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